欢迎听中文母海财兼网站1月13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很淡增持 收市微跌了41点,报28236点 成交有2020亿 上升的股份有800只,下跌股份有900多只 今天来说大市没什么方向 个别板块继续有追捧 看一看 今天来说食油股做得不错 883终于有些反弹 升了5% 保持7.7 386也升了5% 保持3.97 技术走势来说 386走势都相当不错 看到高于1浪的情况出现 中石油相对来说比较落后 但今天来说也有4%的进展 除了食油股之外 今天那些基建股都做得不错 390中国中铁升了2% 1186升了5% 保持5.03 398中车时代更加是 相当西日日升了3.14% 保持41.5% 另一只中车也是升了13.6% 保持3.75% 好 除了一些基建股 那些重型机械股 其实都是几两例 中联重科今天升了9% 631和31国际近来的走势都相当劲 升了3.7% 正梅基今天升了8.6% 308中重器 升了5% 保持22.5% 另外来说 龙元电力今天又再开车 升了6% 1072比较少的中方电器 今天都升了8.6% 好 反映就是资金继续轮流炒 昨天强势的内险股 今天有少少回徒 各售跌了0.1% 2318延续了升势 上了熊仔股的阵列 今天升了1.3% 保持101元 1299 今天轻微回头1.2% 保持101.7 好 看到昨天受惠 内地A股上升的券商股 还有内险股 今天都是有些获利回头的出意 但是整体走势来说 暂时不需要担心 暂时来说 都是大胀小回价局 上升综合指数 今天曾经跌一跌 但美短跌少了 只是轻微 跌了0.2% 3598元 都是维持 大市来说 都是反复向上 机会比较大 资金轮流在不同的板块 进行炒作 相信这个情况会继续 好了 今天的收市分析暂时就这么多了 今天的收市分析暂时就这么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